浪漫喜剧片《芭比》 从第二名跌到第五名 不仅全美票房累积突破 6亿2000万美金 更成为今年票房最高的电影 印度动作惊悚片《角腕》 首周上映位居第四名 You are the Portokalos family 浪漫喜剧片《我的希腊婚礼3》 首周上映 以1000万美金位居第三名 回顾这部系列电影的第一集 首周票房只有60万美金 但第二集首周票房 却飙高到1700万美金 由单左华盛顿主演的动作惊悚片 《私行教育3》第二周上映 以1210万美金位居第二名 全美票房累计达到6180万美金 最后超自然恐怖片《鬼修女2》 首周上映 以3260万美金夺下票房冠军 但却没有打破第一集的5300万美金 记录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